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政治中间 比如我们在新闻报道的地方实际上是从道义角度上 刚才何平先生的道义上独裁者就是个负面词 但是从政府治理的形式上呢 就是何平先生和盛平先生都提到了 独裁者实际上是一个政府治理的一个形式 就是他的这个治理的权力的来源 以及他的这个范围呢 实际上是在政治治理中 有都是说你说治理中就这样 就是做政治科学也就是他读问好坏 只不过是人类2000年下来之后呢 并不像何平先生说的独裁者怎么好 就是独裁者干好事呢也是偶然的 干坏事呢那几乎是必然的 我什么时候说独裁者 我什么时候说过独裁者好 我是讲这个政府在强力推动 现代化的过程中间 独裁者扮演了很重要的推动力 同时大了的灾难 我什么时候说过独裁者好 你跟我回归一下 其实吧这个词呢就是 你是不是没有事情 好你做更正 但是但是你给我的印象这样 我相信很多听众 因为你的认知能力有问题 没有这个我觉得 我相信很多听众 其实也是像我这样理解 因为你要说就是 你不要代表听众好不好 你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式 我是听众之一啊 我是听众之一 但是我想说呢这个 但是单从那好了 我们就用这个角度来分析 从政府这来说呢 习近平的权力来源啊 权力来源有多霸道 还有习近平的权力范围 有多大受多少制约来说 我觉得其实伊朗也比不了他 因为伊朗的政教呢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的程度的 分离的 而习近平呢 他现在既是伟大的思想 思想家 也是伟大的政治家 还是他是伟大的行政者 他甚至是伟大的病毒学专家 因为你看他跑到军事学科研 跟那个叫什么陈薇将军是吧 知道他怎么制度开发疫苗 他说那番话 他把自己打扮得很像一个专家似的 他这他我想 当然 但我觉得在你提到这四个人 唯一他就可能不如金正恩 就他没有吹牛自己能开什么飞机啊 什么能够什么用 我不知道是谁是说笑 用步枪打 用步枪打飞机 他可能就没这个本事 还把我自己 没把自己吹成这样 不过呢这个持续下来我也很难说 他底下那些拍马屁的 也不见得是本意了 就是他底下那些拍马屁 能能能吹出什么 汪藏事来 所以在这点 我觉得就这四个独裁者 如果比较的话 我觉得他是仅次于金正恩的 单从权力的来源的霸道 和他权力的这个范围 以及受制约的这种程度来说的话 他是一个仅次于金正恩的独裁者 这个虎平 我们其实回想一下 那个习近平好像在2019年 提出所谓全过程民主 因为他好像 我也忘记他在乃志的这个讲话里面 提到批评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批评了西方民主制度 他认为说他在投票 在拉票的时候呢 受宠 但是选后呢 这个就被冷落 选举过后就被冷落 那习近平好像在上海 2019年提出所谓全过程民主 后来中共官方把 加入两个全过程人民民主 国务院在2021年提出所谓 中国的民主的白皮书里面 也特别提到这个概念啊 所以一般来讲都我们的批评 西方在批评习近平是独裁者 拜登这次也特别就讲一次啊 所以你怎么样看待 习近平心里所谓全过程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 以及所谓西方 他眼中的独裁者 又怎么样不同 我觉得他当然是 这种事纯粹是口是心非 他自己的这个自相矛盾 只不过大家都对他这种 共产党这种自相矛盾 都习以为常了 都懒得去较真了 因为共产党他从来 他要说他是民主 而且他在他那儿呢 民主从来就是一个好词 所以他总是批评 你所谓资本主义民主 资产基金民主是虚伪的民主 是片面的民主 他那儿才是真正的民主 他那儿才是最大程度的民主 他总是用这种说辞的 但是在过去呢 一般来说 对当他的统治者个人 最高统治者个人是独裁 那在共产党的话语中 明面的话语中 拿上台面的话语中 那还是个始终是个贬义词 是个负面的 所以始终始终回避的 在毛泽东脑上 不会就是来一个文字游戏 把这个一方面承认 我们就是这个Tatership 但是我们这是阶级的Tatership 就给扯到一边去了 那么现在习近平呢 我就像刚才讲的嘛 他刻意的去模仿金正恩 一个我讲话 左右大臣都在掏个本子出来记 就等于这就是给这个Tater 做一个图解 什么叫这个Tater 你不懂什么叫这个Tater吗 这就是这个Tater 对不对 所以他又 其实他什么定于一尊 不要说比较像蔡奇这些 这些人讲的话了 都是在努力营造出 习近平就是和他前头几任 领袖不一样 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那就是这个意思 他虽然像他传达出的信息是相反的 你这个当然这个共产党一开始就是相 就有这个矛盾 只不过这个事情呢 到今天习近平这儿呢 来的格外明显格外夸张 所以才不断引出这个话题 你现在相信吧 他现在共产党这些人 多久也受过一些教育 也看过一些书 他怎么会不知道什么叫民主呢 他对民主那批判 他们自己肯定不相信呢 他肯定自己绝对不相信 他们内部 他们拒绝民主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说辞 绝不是他拿出来的说辞 所以现在基本上呢 这是共产党一个特点 这个乔治二维尔原来1984就讲过 双重思想 一个人他有两种相反的思想 都可以这个共存于他一个脑袋里头 而且还居然可以相安无事 他也不觉得自己这个精神分裂 他可以这个样子 他们就是到那个位置上了 做那么大的官了 而且生活的那个环境之下 他这种眼睛成习惯了 所以对他们那儿都基本上都是 不成为问题的问题 那只有我们呢 只有外人才会拿这些问题去讨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他说的东西包括拜登说的 那都是真是没有什么新意 无非就是唤起大家 这个再一次注意这个问题而已 是明就西方的标准来讲 这个我们讲说这个 这个国家或是这个领导人 有没有独裁有没有专制 任其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就西方的价值来讲 民主选举是有任其制的 现在习近平像北京 国家主席的这个任其制被取消的 所以你去 您怎么样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首先要把这个任其制和终身制 这些你做一个定义 就现在呢 在2018年的时候呢 3月份就中国取消了那个 就是修宪 修宪呢 就从以前的就是两届呢 变成可以连任 所以现在很多人呢 就把这个词就滥用了 就是连任就变成终身制了 那比如说前不久那个希拉里一个讲话 他就说习是搞终身制 所以他这个呢 终身制就给中美关系造成了麻烦 就是永久的麻烦等等吧 当然这个话呢 有些人就看懂了 就说比如像刘中进先生 非常敏感的一个政治观察家 也是个 他立刻就引了这句话 那当时是习这样来的时候 那这句话呢 就说 既然习给中美关系造成了 他终身制嘛 造成了永久的 造成了麻烦 那么一劳永逸 解决这个麻烦的方式什么呢 于是网上就出现了大量的 就公开的 就是要干掉习近平啊 暗杀习近平啊 这句话 那么这句话呢 实际上在美国这个制度下呢 你公开的说要杀某一个人 尤其是总统这个级别的人 那美国的Secret Service和那个FBI呢 是应该立即行动的 曾经我有一个好朋友 就也在纽约的 叫杨威的一个 他呢 就是用一个公共图书馆的 电脑就导字 写他这些东西 写完以后呢 他就忘了就是关了 他自己的IP在上面 结果不知道谁呢 就用他这个IP呢 就发了一条 就是威胁要杀当事的总统 就杀白贡 很快那个Secret Service就找到他了 就说你为什么要发这个东西 他是一头雾水 他说我没发过 之后调查了半天 确实他那个时候 根本就不在那个地方 就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威胁 那么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呢 就是到底 什么是终身制 现在习的连任制 他并不是终身制 他可以连任 本来只是两届 当美国为例 美国有三权分立 对吧 有三个部门 他的那个总统呢 是任期制 只能两任 这是美国的规定 而这个规定呢 实际上也是49年才做的 以前也是 他没有规定 只是华盛顿干了两人 大家以后呢 就延续他这个不称文论这么一个传统 所有总统都是这两人 结果二战的时候呢 因为情形的比较危机 罗斯福那就有四人 第四人 当然是刚刚当选不久的就 并并就失事了 所以因为鉴于罗斯福干了四人呢 美国人就觉得该地有规矩 所以他的美国修宪了几十次 二十多次 其中有一个修宪呢 就是规定总统就是两任 在49年修的 所以美国的总统呢 可以说是任期制 就是两任 但是美国的议员呢 他就是可以连任 现在只是可以连任 他最多就是议员那种 像美国议员的参议员 是四年一选 中议员两年一选 像那个普洛西啊 像我们新正习的那个 一座做三五十年 中美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啊 包括以前的 美国参议院的那个外交委员会主席 这些 都是做了十几人二十人都有 就连任就是了 习现在只叫连任 那不叫终身制 所以这是美国第二个部门 第三个部门呢 那是终身制了 是什么呢 是美国的大法官 当时为了叫法官呢 因为要公正嘛 当时美国立法的时候 就立国的时候呢 是一百多个国父 对吧 五十五个国父 吵了一百多天 在废城 就吵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总统 应该是干什么的 他的权限是什么 总统该怎么选 那个时候呢 最初的共识 就是大家的意见 觉得总统这个事 就一个人干一定独裁 所以呢 不能一个人 所以就开始提出 要两个总统互相制衡 那也有人提出呢 就四个 比如罗马的执政官 就有四个 最多的时候还提出呢 要13个总统 就每一个州 当13个州嘛 在非诚开会 每个州要出个总统 争了很久 就为这个事争了两个月 他一共一百一十五天 两个月就在争 那个总统该怎么设立 他权限是怎么样 那么最后是一个叫弗兰克林的 是当时呢 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 也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人 他用一句话呢 把大家都说 听得起来 他说什么呢 他说总统 就叫executive了 他这个executive branch的 就最高的智慧啊 the highest virtue for the executive branch 是什么呢 是efficiency 就说行政部门的 最高的智慧呢 应该是效率 那为了实现效率的话呢 就不能够 两个甚至13个 你把一个车 你不能两个司机 两个司机能撞了 这就是要一个人负责 某种意义上 就是个dictator 就是如果你担心 他会出事的话呢 你在旁边 你在旁边可以放个警车 你去监督他 但是你不能说两个司机 或者四个司机一起开 这是美国第一次的争论 也就定下来 总统是一个人 但是后来呢 也继续完善了 就变成总统是任期制 因为人要老嘛 老了以后会昏庸 对吧 老子会不够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人们就争论了 当时50多个国父就争论了 这个议会应该是怎么回事 那议会呢 升到最后呢 开始也是说 要那个议员 就是每个州要出多少 因为当时有的州很大 有的州很小 就是怎么保护州的权力 有保护就是一般人民的参政权 是参照了呢 罗马共和国的上议院 就是贵族院和那个平民院 同时呢 又是英国的上议院下议院 最后呢 就真的最后就 有了今天这个议会的 这么一个结构 那最后定下来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 弗兰克林说的一句话 他说 如果说行政的美德 最高美德是效率的话呢 那立法的最高美德呢 就是贤民 就是wisdom 他前面用的是efficiency 那为了实现贤民的话呢 就不怕人多 所以现在美国 你看参议院一百人 中议院四百多人 就天天扯皮打架 但他一旦呢 一个东西出来以后呢 相对就比较稳固 各方利益都照不到了 所以也是他提出来 为了实现贤民 就不怕人多 不怕扯皮 最后的争论 其实时间也最短的 就是美国的 司法体系嘛 就大法官 争论了很久呢 弗兰克林另外一句话 他说司法的最高美德 是什么呢 是公正 是justice 那为了实现公正的话呢 大法官 工资比总统还要高 而大法官呢 就是为了不受贿赂 不受影响 他就终身制 没有人可以 就是罢免他 这就是美国当时定下来的 这三个规矩 就是240年 250年以前 这三个呢 其实 现在简单把习 说成是终身制的话 其实非常不严谨的 一种说法 他实际上就是呢 他属于美国 像议员那种性质的 这是一个 那么至于说 习到底就是 在这种就是连任制的情况下 他会做 做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不会终身 就是下一届他还会做 如果身体状况可以的话呢 就做四任 27年 他非常可能是四任 但四任以后呢 我不觉得他会继续再做下去 那个时候呢 他刚好大概是 不到就 就80岁 79岁吧 毛泽东是73岁开始搞的文革 折腾了10年 那个邓小平呢 是73岁开始的改革 就70几岁呢 对一个中国政治家来说 并不是一个 就很老的脸 何彬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 又怎么样来看说他跟毛泽东跟邓小平不同点 不过另外一个我好奇就是说 为什么西方与美国的总统 之前的总统 可能小布希和老布希不会去称江泽民或是胡锦涛是独裁者 为什么偏偏拜登要做习近平是独裁者 拜登总统的词费量比较少嘛 他找不到更好的行音词嘛 所以他就用这样一个词来行音 但是我觉得这个词也挺好的 它具有很大的这个冲击力 因为长期以来独裁的这个词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 已经成为了一个形容词 我们比如说可以行音王军涛是独裁者 也可以行音和平是独裁者 对吧 因为在某种方教之下 你可以这样去行音 你即算是通过民主选举之后的这个总统 你也可以说他只有他是个独裁者 所以这个独裁者他具有一定的这个形容词的味道 而不是真实的反映这个事实本身 但在国家的角度来讲 总统他就是一个独裁者 他是个总独裁者 那么这个国家主席 假如习近平是算中国的最高行政党官的话 他实行这个独裁的行政能力的这个统治是没有问题的 他是一个人负责 不存在到中共所讲的什么集体领导啊 这一套更民主化的一种说法 但是中国这个体制你怎么能说 他不是一个独裁体制 我就想不通了 对吧 因为没有权力去制约这个体制 无论是立法这个还是还是什么法院任何机构都是由党说了算 也就是说你的党当实际上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啊 就是中国就是一个独裁体制 这个我觉得为什么要去反驳这个东西呢 那你作为党的这个领导人你就是个独裁者啊 对吧 那不是吗 我都很奇怪了为什么一定要套上一个民主的词呢 你不能说习近平是一个一个民主的领导人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现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最近30年 这些传统社会的这个转型 哪一段统治体制更好 独裁体制造成的灾难 大家已经记忆犹新了 对吧 无论是这个希特勒还是 他是民主兴趣产生的 还是这个毛泽东 对吧 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 但是另一方面像这种民主化的过程中间 都像美国这样 世界上是独自一家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不止了美国的体制会成功的 因为美国有美国的一些历史的背景 造成了它的政治框架的这个不同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站在现在的这种角度来讲 不是简单的一个赞美民主 或者是潜在独裁那么简单 如果那样的话那就好办了 那就会不会出现苏联冬奥 现在这种恶劣的状况 也不会出现颜色革命 现在都休日谈论 对吧 所以我讲的很简单 就是街头运动 暴力革命 政治变化在中国的民主化的 这个隐蔽过程中间 应该已经非常困难了 非常困难 君导博士 来补充一下 对我觉得呢 盛平的分析还是比较专业的 就是说呢 他讲了这个行政系统呢 在某种上 他是一个独断的专行的 总统最后权力 比如像川普总统和拜登总统不一样 当川普总统在这方面显得非常独断专行以后 我们在座的不少人也不喜欢他 对吧 这个 但是呢 美国还有三权分立 所以他不叫独裁 这个 而且这个 这边讲了说呢 国会还要以贤明的规则 其实也不是贤明规则 那是不忽然可以给他扯 到后来演变 根本就不是 也有些流氓就进来了 那么像这个 呃 法官这个系统确实还相对要好一点 但是这个 我和平先生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他后来想用美国总统的独裁来为习 我刚才讲了 在西方政治学的历史上说 把一个人形容为独裁者 是一个政府形式上 第一 他的权力来源 他很霸道 他不经过任何的其他形成 第二 他要他独断专专业 他要垄断所有的领域 他甚至要政教合一 那么 在历史上呢 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 没有想做过什么政教合一 这个事情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习近平这个人呢 我觉得最主要一点 他是在什么情况 我们讲的一个独裁者 出来的基本上 他把原来规矩给废了 也就是原来的规矩 还不是独裁体制 他可能 因为你想共和制 也在过去 共和制在地中海 一些这个城邦产生 他有些是家族共治 他也不是什么 老百姓全民选举 但他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那么 要建立独裁 在罗马 基本上他要 把这个给他改过来 所以习近平 现在大家对他的 用独裁者 在有谴责他的时候 即使从政治学 政治权力结构 分析上来说 他把原来的 有限的一个协商 产生的这么一个 领导人的制度呢 他给废掉了 第二个呢 他把过去呢 邓小平这个 实际上邓小平 在启动改革开放 邓小平有两点 非常明确 第一 个人权力绝对不能够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政府 这个共产党的最高权力 绝对不能不受制约 所以他包括他本人 他一生中 他有几次的非常霸道 但是多数情况下 他还是接受了很多制约 他可以不接受 但是他还是接受制约 那么第二呢 这个能让老百姓管的事 不要由政府管 科学让科学家去研究 这个经济让企业家去做 然后第一让农民决定 种什么 当然后来共产党 官员做了很多的篡改 但是呢 邓小平基本上 他搞了一辈子 共产党革命 最后七十六 终于明白了 共产党领导啥 啥就搞不好 所以党就管党 就完了 但是习民全给废掉了 要搞什么党政合一 政经合一 政绩合一 要搞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 习近平是要建立这个独裁体制 这个倒退 至于说 在一个专制体制下 什么好什么不好 开明专制 怎么能做开明 这都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习近平就是个大坏蛋 OK 谢谢这个镜头的补充 不过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